团结一新来看到新竹县竹北六家国小拔河队 33位队员虽然平均身高只有140公分 但是在面对比自己体格高大的对手的时候 是毫不畏惧 靠着喊声凝聚士气 展现了强大的爆发力 在全国室内拔河比赛 一举夺下了两个冠军 大声喊着左右左右身体后寝 一步一步卖力往后拉 这样的团结一新 让竹北六家国小拔河队 一举夺下两个全国冠军 我们每次在比赛的时候 尤其是全国赛的时候 碰到的学校也好或是对手也好 身高几乎都是比我们高很多 然后体重也比我们重 所以我们学校是以技巧取胜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同学之间的就是因为这个团队 然后大家可能不需要 就是彼此不认识 然后后来就是变成很熟识 然后感情越来越好 即便是说未来毕业之后 他们也会互相保持联络 成军十四年 拔河队共有四十位队员 四到六年级都有 这次三十三人参加 全国各级学校室内拔河比赛 展现强大爆发力 虽然平均身高只有140公分 体重轻 但面对150公分以上的对手 奋战不屑丝毫不退却 小队员说拉锯赛一度很紧张 靠着喊声凝聚团队士气 把力量集中最后三战两胜 以2比1夺冠 我觉得拔河最重要的是喊声 因为这样才可以让团队一起发力 在拉决赛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部分发挥到极致 蛮喜欢拔河 然后觉得拔河最重要的是 就是全队要团结一致 这样力量才可以发挥到最大 当遇到对手 对方的力量是很大的时候 你怎么样来让自己不要被拉走 就是喊声 然后和所有团队把脚拆进 然后防御 让拉到对手没力 再一局把他们拉掉 不但从全国18支队伍中脱颖而出 多下8人制校队混合组冠军 班队亚军 还有5人制班队男生组冠军及电军 用多四面奖牌 强大士气 也获大会般发精神总锦标 未现争光 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